气势现场拉起封锁线 家属接到二号赶到现场哭断肠 遭杀害的是一名周姓男子 被气势在屏东偏僻山区 十四号晚间他开车出门后失联 手机迟迟联系不上 担心出意外 太太隔天报警斜巡 警方在屏199甲县 找到了死者被气制的车子 立刻锁定有债务纠纷的 三名嫌犯追查 警方调查周姓男子在屏东 开桌游店三名嫌犯 疑似欠下两百万元赌债 十四号双方相约到恒春近郊谈判 三人却先拦车 再以绳索尖刀杀人 为了故步遗政 还拆掉车牌气质 最后再把死者带到满洲山去气势 根据了解周姓死者绰号 Aerhan 十几年前因为不满一名装姓男子 不断找妻子聊天 他就伙同两名友人持球棒 打死了对方 后来入狱服刑 五年前才出狱 而三名嫌犯中28岁的游戏男子 曾是2019年2020年的 恒春中原树姑棚冠军攻骑手 原本今年他也要代表队伍参赛 如今却涉入杀人气势案 令人震惊 华世新闻周姆汉评东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